出動趕往事故現場 直接滿地破碎殘骸 一旁的轎車已經看不出車體形狀 幾乎被撞成飛貼 車內還有傷患一度受困在內 車內零件碎一地 不只車頭被撞得面目全非 安全氣囊全爆開 就連車內零件也全都裸露在外 不難想像撞擊力道有多大 這隻狗是裡面救出來的喔 對 那個在副駕駛 車上當時還有一隻小狗受到驚嚇 好在保住移民 自撞車禍發生在15號凌晨4點左右 30歲的陳姓男子開車載著女友 疑似要外出遊玩 卻在行經高雄鳳山路三段時 自撞一旁的電線桿 更一路栽進路邊草叢 接貨報案在大寮區 鳳林一路有車禍發生 現場為30歲陳姓男子 駕駛自小客 疑似精神不計 自撞電桿 陳姓駕駛送一搶救 仍不治 詳細造勢原因有待鑑定 26歲的女友被救出時 沒有明顯外傷意識清楚 但卻被嚇到說不出話來 怎麼也沒想到情侶開心出遊 卻遇上死亡車禍 釀成一死一傷 從此千人永隔 靜新新聞黃雲廷 謝佳麟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了 白雲廣